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台北白昼之夜上周六登场,IP作品重复又不具新意,对比去年活动,展演路程整整少了一半,人事费用却增加近两成,连市长柯文哲日前受访时也坦言有些动线,规划不好。 无党级北市议员陈正中发现,白昼之夜连两年都是同一厂商演续规划设计顾问公司的标,该公司过去三年来承包了文化局好几个重大标案,横跨三个科室,台北市议会下午进行教育部门时询,市议员陈正中针对白昼之夜开炮,陈指出,今年白昼之夜活动一个晚上花费近千万元, 两年都是有延续规划设计顾问公司的标,艺术作品有三分之一跟去年重复,同样作品也出现在文化局其他厂子,陈更同批,除了白昼之夜,包含北投纳良纪的景公共艺术节等标案,竟然也都是延续规划设计顾问公司的标,过去三年来包办了文化局大扫案子好几件,横跨文化局文创发展科,艺术发展科, 文化资源科等三个科室要求阵风处即刻介入调查,标案之间有没有异常关联性,文化局长钟永峰强调标案都是公开,让陈正中大骂一定是公开呀,不公开就违法了,人早就被抓去关了,陈也反呛,远凶标案都公开呀,还不是被抓。 中永峰最后表示会在一周内把所有标案资料送到阵风处调查。